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现场还是有许多激进的示威者他们试图使用雨伞当成屏障并且在地上挖掘砖块准备拿来刀成武器 好像现在又看到了地方转发射了 现场的示威者他们非常的激进 立刻是将车衣队捡起来丢离街道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示威者他们是直接自首通权的捡起 捡起这一段并且往回丢 在现场迷范的 现场迷范吹烂气息是非常非常的浓厚 示威者目前正在缓慢的用雨伞当作车屏幕缓慢最后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示威者试图使用 示威者试图使用积水想要来扑灭车衣队 但是现场警方使用的这一段呢 依然是完全没有减少的迹象 示威者试图将车衣队丢环点警方在现场的情况 是相当的发生 以后不有一颗 但是我们现在记得了 示威者试图要转慢镇定 我们要避开这一段戒指的地点 因为这个气体可以说是相当的刺激 你再长久待在其中呢 你再会呼吸不睡 就连你的皮肤 也会感觉也会感觉到相当的刺激 非常的刺痛 记者现在的脖子呢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刺痛 已经是非常的不刺 在现阶段呢 香港警方仍然在天桥上 他们又发射了一颗车衣队 那现在前方的示威民众所在的地点呢 这里这座天朝大约有50公尺远 那现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许多示威者试图 穿越这个 穿越这个天朝前往和他们的同伴会合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后方还有大批的示威者正在赶来 他们高级雨伞呢 穿越了这座天桥 直接是往前方前进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警方是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那因为现场的天桥上呢依然还是有黑旗高举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非常多的示威者 是撑着深圈黑鱼而且是撑着闪 试图要快速地冲过这座天桥 那以上呢就是现场在军中道的最新发展 一旦有任何的信息 我们3D通过台队随时会问你更新 转 大 小兰西亚 大 卡 小兰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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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西亚